哈喽大家好,我是志尊宝 也揭晓中国史上最淫乱的朝代 那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 其实有很多王朝 总会出现几个特别奇葩的君主 但北齐朝代算是最厉害了的 每个皇帝都很另类 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 北齐是南北朝最淫荡的王朝 多位皇帝的行为确实令人发指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诉说 关于北齐朝代六任皇帝的荒唐事 还有就是古代历史中 还有哪些皇帝是有性怪癖的 而他们的性怪癖到底有多夸张呢 而对了,记得看到最后 因为我会免费送出电子书给九位粉丝哦 北齐短短28年就换了六任皇帝 换皇帝就跟流水一样 每个皇帝平均在位都不超过五年 北齐泰国皇帝叫做高杨 高杨他爹高欢是东魏的权臣 非常善于玩弄权术 高欢的七个老婆有五个都是抢来的 高杨他哥高成 在东魏更是指手遮天 高成14岁就和父亲的妃子搞到了一起 还强奸了叔叔高盛的妻子 甚至还把臣子薛珍的妻子抢进宫内 侮辱完了还把人家活活打死 最后还故意找了个罪名 把薛珈全家的头都给砍了 此时高成的权力达到巅峰 正当他准备谋朝篡位的时候 竟然被一个假扮厨师的刺客给刺死了 这时的高杨也顺理成章的收编了高成的势力 登基称帝后建立了北齐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好好细说这位聪明皇帝高杨 高杨的相貌就不敢恭维了 皮肤有黑 尖下巴 身上还有一大片的牛皮线 小的时候高杨看起来傻傻的 性格沉默寡言 不争不抢 长相一般就算了 看起来也是至上不高的样子 除了他 高家的基本都是美男子 所以高杨和兄弟们格格不入 但是上天总是公平的 给了高杨一副长产的容貌 同时却给他一个好脑袋 高杨虽然长得其貌不扬 但是妻子却是一个大美人 他的妻子叫做李祖儿 高杨的哥哥高成一直都想站为己 高成有一次故意当着高杨的面 强行占有了李祖儿 高杨本人竟然在旁边默默看护村公 所以大多数人都觉得高杨是真傻 不得不说此人太会忍辱负重了 竟然骗过了所有人 反正高成快把洞位搞到守之际 就发生了意外死亡 高杨就顺利登基称帝 平息叛乱后 开创了北齐王朝 称帝之后 高杨公然强奸了高成的妻子 袁氏 甚至还说 当初我哥强奸我的妻子 现在我终于能报仇了 可能是有着鲜卑人的血统 高杨恃久如命 而且不喝醉不罢休 关键是酒醉后还发酒疯 别人发酒疯可能是打架吵架 可是高杨非常与众不同 不管是什么季节 只要喝醉了 就喜欢在皇宫内裸奔 不光是这样 有时候高杨还会耍起另类酒疯 在那个时代还玩起了cosplay 酒后涂上胭脂 化好浓妆 情绪到位了之后 就穿上了无衣的衣服 来断脱衣服 网友们可以自行脑补一下 高杨皇帝妖娆的武之 你看到这里或许还会觉得他很可爱 但变态的点就来了 无酒不欢的高杨 居然在皇宫内院放了一口大锅 旁边准备了各种刑具 高杨酒醉之后经常胡乱杀人 还会把人扔到锅里煮 酒醉之后连亲妈都打 高杨有事喝醉后发酒疯 竟然把自己的母亲太后推下了高台 太后被摔得半死不活 还有次竟然绑了自己的丈母娘 然后一箭射穿了丈母娘的腮帮子 甚至还用马鞭抽打丈母娘 当时有位忠臣叫做崔仙 崔仙时候高杨去拜祭 高杨问崔仙的妻子 你想念他吗 崔仙的妻子回答说 我每天都很想念我的王夫 高杨突然抽起配刀 来了一句 那你就下去陪他吧 瞬间就把崔夫人给杀了 高杨有个叔叔叫做高月 高月的爱妃谢贵妃貌美如花 高杨直接就抢占了谢贵妃 有次高杨宴请群臣的时候 故意还把高月请来宴会 还把谢贵妃的头给砍了下来 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拿出谢贵妃的头往饭桌上一放 刹死群身被吓得魂部附体 但高杨却有种变态的兴奋感 他又派人把谢贵妃的大腿给砍了下来 竟然做成了人肉琵琶 还一边喝酒一边自谈自唱 又喝了几杯酒之后 高杨突然间就变得伤感 派人把谢贵妃的遗体安葬了 自己竟然在后面哭得撕心裂肺 这操作真的让人无语 高杨最喜欢聚众淫乱 一边迎乐时还要一边看着犯人被砍头 而这种囚犯被叫做公寓囚 不过还好 高杨并没有风光很久 他掌权九年之后就暴毙了 大概就是公元559年左右 死的时候也就31岁罢了 真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高杨是高杨的儿子 高杨这个人跟他爸不一样 不算残暴 但是你懂的 在北齐当皇帝 不残暴怎么行呢 所以高杨刚刚继位 皇位就被自己的六叔高杨给篡夺了 高杨篡了直指皇位后 起先向太后和群臣保证 一定不会杀死高杨的 但后来高杨出于政治厉害关系 还是把高杨给杀害了 而这件事也成了高杨一块心病 他夜里总会做噩梦 觉得自己对不起兄长高杨 而这种内疚的心情 整日整夜的折磨他 搞得他神志错乱 后来高杨为了善心 便和几个随从一道去郊外打猎 结果正是这次打猎期间 高杨骑的马受到惊吓 莫名其妄的跳了起来 把高远从马上重重摔下 折断了肋骨 高远受伤之后 病情急剧变化 眼看就快不行了 临死前 他本想让儿子高百年继位 但仔细一想 又觉得不靠谱 他当年就是欺负高阴年六四单 杀军篡位 谁又能保证他死后 他的儿子不被篡位呢 因此斟酌再三后 高远临死前改了遗兆 改立自己的九弟高赞 为皇位的继承人 但条件就是高赞不能为难他的妻子而女儿 高赞为了当皇帝便满口答应了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得出 北齐的皇室真的是蛇属一窝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自己和兄弟们是什么货色 第二任皇帝和第三位皇帝 就没什么变态事迹了 高阴年纪小 而高远再为一年多就驾崩了 高远在死前传位给了兄弟高赞 高赞登基后至少杀死了四个亲侄子 包括高远的儿子 高百年在内 高赞继位后 竟然也想逼尖李祖儿 也就是第一位皇帝的老婆 李祖儿不从 高赞竟然威胁要杀了他的儿子 最后高赞还是得到了李祖儿的肉体 可怜的李祖儿 之前被高成监污 之后又被高赞监污 高赞继位之后 不理朝政就算了 既然还在后宫养了男宠 高赞把高杨留下来的妃嫔 全部收入宫中 还把一些大臣的女儿 召入宫内 堂而皇之的宣言 看来这位高赞做皇帝 完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不可描述的心思 他的男宠还总是对高赞吹耳边风说道 陛下你身体强壮 何必被国士束缚住自己呢 吃喝玩乐才是最重要的 高赞被蛊惑后 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高伟 自己呢只顾在后宫尽情享乐 但高赞玩乐到32岁就死了 接下来后面的高伟皇帝赏亮登场 他把长辈们的所有阴暗面 全部发挥得淋漓致敬 有次和四位出去玩了一圈 就杀了60多个无辜百姓 杀人包皮更是常有的事 北齐的历代皇帝有多荒唐呢 每人都无比残暴淫乱 这位高伟皇帝更是极致变态 高伟听说了恶狗丝是一对母子的故事 竟然让恶狗现场丝咬扑人 高伟骨子里其实就是一个戏精 喜欢看表演也很有表演的天分 为了满足自己的衣装品和表演欲 他常常化妆成为乞丐出去讨饭吃 还在皇宫里盖了一个菜市场 今天角色扮演卖菜的小贩 明天角色扮演卖菜的小哥 玩的就是忘乎所以 高伟有一个堂地叫做高长公 就是我们熟知的美男子蓝灵王 蓝灵王不仅长相俊美 还非常善于打仗 惊忠爱国 高伟其实很羡慕蓝灵王 长得帅就算了 居然还那么优秀 一次高伟叫蓝灵王分享他打仗的经验 蓝灵王便说 把国事当作家事一样尽力 所以为了国家必须奋不顾身 没想到这就引起了高伟的猜忌 高伟怀疑蓝灵王有篡位的想法 直接就刺死了蓝灵王 一个这样的皇帝怎么能管理好国家呢 北齐很快就气速将近 高伟一看自己可能要活破家王了 为了做随时的挣扎 他把皇位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衡 高衡是第六任 也是北齐朝代中最后一任皇帝了 高伟自己也学着高战 退君幕后当太上皇 八岁的孩子怎么挽救一个衰败的王朝呢 于是高伟又下了一道命令 把自己八岁的儿子赶下皇位 任命曾经的大臣向高阶成为了新皇 自己在幕后做逍遥的无上皇 说起来高伟好像是古代唯一的无上皇 但是仅仅过了四天 北齐就灭亡了 所以说这几个北齐皇帝 个个都是奇葩呀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门 除了皇帝 北齐的后宫也玩得很开 北齐的最后两位皇后也是一言难尽 因为高赞整天在后宫玩乐 高赞的妻子胡王后非常寂寞 所以胡皇后就睡了高赞的男从 但后来因为高赞把皇位传以了高尾 胡皇后就升级成为了胡太后 以前被高赞宠信的男从又意外死亡 胡王后又开始空虚寂寞了 但是他年纪轻轻 不想自己孤独到老 就经常借着拜佛的名义出去寻找小鲜肉 很快就勾搭上了一个叫唐县的和尚 后来被儿子高为发现 就将他关了起来 但没多久啊 北齐就灭亡了 这时胡皇后就恢复了自由身 但是也就成为了一介平民 没想到胡皇后竟然带着自己的儿媳妇 去了青楼当妓女 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震惊四方的大新闻啊 哪个男人不想体验一下被皇后伺候的滋味呢? 这两任皇后当时接客街道全年无休 赚得盆满钵满 胡皇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还大言不参地说 做妓女比做王后更快活啊 古代各个朝代都有个个别奇葩的皇帝 但是啊像北齐历任皇帝这样荒唐的 还是比较稀少的 好好的一个王朝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的人认为 他们可能是违禁药品吃多了 或许导致他们脑袋不正常 而当时的高家人 似乎很喜欢服用五十掌 还有人认为 北齐是先辈人的后裔 他们从未接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 根本不懂礼义廉词是什么 他们沿用的都是先辈的风俗习惯 非常流行收纪婚制度 儿子继承父亲的小妾 弟弟继承各个的妻子 其实啊 不仅北齐的皇帝 其他朝代的皇帝也榜上有名 一个朝代能被冠上淫乱 注意见得皇帝的功劳功不可没 古代皇帝的荒淫性怪癖 只有你想象不到 没有皇帝们做不出来的 皇帝在古时朝代中 不仅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更是坐拥后宫加厉三千 别看他们一个个道貌黯然 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实际上啊 是人不可貌相 在他们的性生活中 各有各的怪癖 下面为你列出几位皇帝的 性爱变态癖 南朝宋皇帝 刘子叶 其实有乱伦癖 他竟然把自己的姐姐 三婴公主 召入宫内 三婴公主 本以她是同胞姐弟 而且早已嫁人 刘子叶 却将她召入宫内留住 不让回家 双双过起了夫妻的生活 同时同住 同年出游 后来啊 姐夫知道了这件事 想要把刘子叶给杀了 所以刘子叶 便以姐姐合谋 把姐夫给弄死了 除了以姐姐乱伦 刘子叶还把她的亲姑妈 新菜公主也给监污了 其实啊 她的宫廷生活 非常的欢迎混乱 她经常让众多的嫔妃 把衣服给脱了 弄在一起 供她左右轮流性交 她还喜欢玩性游戏 让多名女子搞一名男子 或让多名男子去搞一位女子 自己的妃子宫女搞不完 就逼着他们与公狗 供养搞 有一宫女 因不肯脱衣让狗宫糟蹋 竟然被立即斩首 古代南汉国君 刘长非常好色好远 有一次啊 她看上了街头的一个波斯女人 此女人长得风艳风骚 且深懂防中术 刘长便把她招入宫内 称她为魅珠 而这魅珠又从宫里找了九个同样淫荡的女人 供她玩乐 和称为十魅女 所以魅珠胜得刘长的宠爱 刘长有一大怪异性癖好 是爱看男女性交的场面 而且人越多越好 她找了不少当时社会上的无赖进宫 以宫中的女孩一道把衣服全部脱光 一块乱交 她与魅珠一边观看 迎信大起 如有男的把女的搞败了 就有丰厚的赏赐 但如果有男的被女的给弄输了 则后果严重 轻则阉割 重则被烧死波梯未爆纸 这样的性癖好啊 真的超级变态 而且残忍不堪 隋阳帝杨广的荒银 在历代帝王中 可算是恶名昭著的 她继位后啊 纳了众多美女 三夫人 九嫔妃 二十七师父 八十亿玉妻 总共一百二十人 她兼赢了老子的多个老婆不说 还广收未成年的女孩 置入宫内 供自己淋乱 她的性取向最为变态 特别喜欢与男童乱搞 但有的男童往往比较害羞 不太配合 那她的大夫便投其所好 发明了一种车子 正好放进一名男童 锁住对方不能动弹 在性交的时候 车子就会自己摇动 以满足杨广的淫欲 杨广还让画师 把自己的性交情况 描画下来 悬疑公中欣赏 至于她多次下扬州的 荒唐风流艳势 更是在民间广为流传 至于之乐的杨广 最喜欢黄色图片了 汉承帝刘傲的皇后 最为有名 也就是赵飞燕 赵飞燕还有一个妹妹 赵和德 刘傲专宠她俩 赵飞燕这体面出 赵和德软弱无骨 令刘傲如痴如醉 姐妹们便轮流似后 还经常三人同床迎乐 正因为这样 后宫如云嘉丽 连刘傲的边都靠不上 赵飞燕除了擅长 狐媚术之外 还配置了一种 助长性欲的春药 而且这种药 一服用就会上瘾了 借也借不掉 她每次与赵氏姐妹上床时 都要来上一例 在温柔乡中享受快乐 但刘傲年仅45岁就死了 正是死在服用春药过量上面 当时她与赵和德上床 服用春药后搞了一夜 天亮时竟然发现死在床上了 据说死的时候 她的下体的精益还流淌不止 整个床都被弄脏了 也史记载 汉成帝刘傲 是历史上服用春药而死亡的 第一位皇帝 清朝贤与皇帝 爱心绝罗一族 就是著名的叶赫纳拉斯的丈夫 有一次金氏告诉贤丰 有一个姓朝的寡妇很美丽 贤丰听说后非常好奇 立即前往观看 果然名不虚传 使你相貌较好 皮肤白皙 一双深潭般的眼睛充满秋水 令咸丰最兴奋的是 他有一双十分精致的小脚 漂亮的断面鞋上 修会着缠绵的交紧鸳鸯 鞋头是闪烁着迷人光泽的珍珠 珍珠穿下是栩栩如生的春宫图 鞋内称得令人云悬的香蟹 淡淡的香味若有若无的飘荡着 令人遐想无穷 从此曹寡妇生活在宫中 受到贤丰的特别宠爱 宫中人当面恭敬地称她为娘娘 背后则仍然称她为曹寡妇 我们来说说南北朝时期的北齐 也就是中国时尚最淫乱的朝代 北齐前后只有二十八年 但是却有了六任的皇帝 除了第二任皇帝高乙 第三任皇帝高远 和最后一个只有八岁的小皇帝高恒之外 其他的皇帝可以说是非常的凶暴 魏晋南北朝除了朝卫和晋朝之外 很长时间被分为南朝和北朝 北朝的前身就是晋朝 霸王之乱后的五湖十六国 北方分裂的局面由北魏统一 北魏也就成了第一个北方的朝代 北魏之后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后来被北齐和北周取代了 东魏和西魏最开始北齐比较强大 但是北齐的皇帝都太残暴 而且精神似乎不太好 北周后来居上了 北齐的开国皇帝叫做高阳 高阳的父亲高欢是东魏的权臣 拔尺朝政多年 后来高欢时候 高欢的长子高成继承了父亲的权势 本来高成要篡夺皇位 在和一些人密谋篡位的时候 没有想到高成被一个叫南京的厨子给杀死了 这位厨子的身世可不简单 原本是南梁将军 他在与东魏作战时被俘虏 高成缺心眼 硬要把这颗定时炸弹收到自己的府里当厨子 高成的皇帝梦还没有实现 就糊里糊涂的被一个厨子给杀死了 这就是东魏历史上最著名的东百堂之变 高成前脚被厨子南京杀死后 后脚他的弟弟高扬 就抓住了南京和他的同伙 未经询问直接将相关人士等处死了 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活口 导致整个事件变成了一个说不清 道不明的谜案 高扬席位 废掉东魏的傀儡皇帝孝敬帝 于550年 既帝位国号旗 建元天堡 建都叶城 史称北旗 五成帝昏庸好色 北旗国力大衰 不久去世 由后主高伟继位 高伟也是昏庸好色 国政混乱 还诛杀名将胡绿光 之后北旗被南城攻下淮南 并在577年亡于北周 公元576年 北周五帝 余文雍伐旗 不朽的北旗节节败退 未推卸北旗王国之责 高伟于次年 577年 传位于年仅八岁的高衡 高衡在位仅二十多天后 齐都叶城便沦陷了 高衡与父亲高伟 在逃亡南城途中 被北周军俘虏 不久皆被杀 高衡年仅八岁 北旗死上 最后一任皇帝被杀了 从此北旗也灭亡了 一个由昏庸变态皇帝统治的王朝 终于瓦解灭国了 总的来说 北旗短短28年就灭亡了 真的是旧由自喜于皇帝的事迹 北旗高家 还有很多丧行病狂的故事 对于北旗各个奇葩皇帝的故事 还有历代皇帝的性癖好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这期内容的朋友 可以订阅点赞和分享出去 我们下个星期准时见 By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